第六百六十五章 留着你也没什么用处了 哼 就你这副怂样 还当雇佣兵呢 你他妈逗我呢 我 我是刚加入的 还没接过生意 这是第一单生意 啊 难怪他们让你来送死 剩下还有三个人呢 在什么地方 我不会告诉你的 哼 他们要你死 你还护着他们 可真是好基友啊 芸汐轻吃了声 转头看向赵雨墨 雨墨 把包里的纸笔拿出来 写一张雇佣兵危险的条子贴他脸上 咱们先准备下山吧 好嘞 赵雨墨点点头 快速拿出纸笔写了几个字 既然你想死 那你就留在这里陪Alan吧 你那些队友见不到你 肯定以为你死了 山里头冷 即将被冻死的时候 人是完全没知觉的 你不用怕 说着 芸汐还稍有其事地 拍了拍他的肩膀 转身领着大白 往坡上走 哎 你站住 别把我丢在这里 我是真是什么都不知道 他们都很谨慎 肯定不会在原地 等我回去的 芸汐耸耸耸肩 一脸无奈 所以啊 留着你也没什么用处了 不过 你要是告诉我 你们老大在什么地方 说不定 我可以放了你 那我还是死在这里好了 出卖老大 下场一样是死 得了吧 那你就留在这里好了 雇佣兵的队伍里边 招了这么个奇葩进来 也是真够丢雇佣兵的脸的 刚转身准备下山 芸汐就听见 林子里传来几声枪响 正要离开的两人 顿时一愣 大白似乎也意识到了什么 唬着脸 走在芸汐前头 一副护着她的模样 大白 你别乱跑 乖乖待着 芸汐拍了拍大白的头 脚一勾一抬 就把雪地里的狙击步枪 顺到了自己手上 有人来了 男人仔细地听着枪声 喃喃地说了一句 芸汐啊 该不会是她的那几个队友吧 要是他们都上来了 我们怎么办啊 咱们两家上大白 都不是他们的对手啊 不全是他们 男人摇了摇头 枪声不对 有几声 不是他们的枪 发出来的声音 芸汐这下子 留了个心眼 转头看向一旁的男人 不由地打量了几眼 男人看着挺年轻 虽然长了一张 外国人的脸孔 只是浑身上下 吊儿郎当的气息 怎么都掩盖不住 又怂又胆小 还脑子不够用 可是 她看得出来 她对枪 以及枪声 很有研究 每一种型号的枪 发出的声音 都是不一样的 子弹的摩擦声音 长短 以及传入空气中的声响 狙击步枪和手枪 发出的声音 有细微的不同 但是这样的不同 除非是高手 才能分辨出来 普通人根本听不出 这小子 能听得出来 简直超出了她的预料 如果是有人来了 那你的几个队友 恐怕凶多吉少啊 你怎么不认为 是来的人凶多吉少 男人轻笑了声 从刚才那副怂包的模样 渐渐接受了现实 直接认栽了 身影逼近 大白突然窜了上去 飞快地消失在雪地中 大白 芸汐轻呼了声 就算没受伤 也不如她敏捷 这会儿 根本不知道上哪里找 等了好一会儿 枪声停了 芸汐坐在雪地上 安静地等着 等来的 却是头顶 哗啦啦的一层雪 她猛地转头 头顶的断层高处 大白挠着爪子 拿雪破了她一兜头 而她身旁 还站着一个 穿着特战队军服的男人 她们两边 的一层雪 那是不错的 那是不错的 但是她们的感觉 你还没说过 是不错的